那一家的燒餅油條好吃 公保雞丁配飯也好吃 沙茶牛肉更是我的最愛 如果再配完滷肉飯 是不是聽完血管都硬了 你有沒有計算過 一天吃進去的油有多少 而且油不只是油 它有分好油跟換油 你分得出來嗎 不要騙了 姐妹們站出來 我喜歡吃又喜歡吃 所以我今天來這裡請教 怎麼吃才會健康 橄欖油很健康 但是橄欖油分得很多的等級 有橄欖油的問題問我就對了 之前就有人做過一個實驗 說一片洋芋片就有0.36克的油 一支雙麒麟喔 甜的雙麒麟 你等於就喝掉了兩湯匙的油 更不要講說什麼炒飯 還有什麼鐵板麵 白吐司 天啊 可怕死了 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都愛吃也會吃的東西 究竟每天吃這些 有吃進了多少油 校長 想要請問一下 妳的生成維持這麼好 妳有在注意吃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含油這件事嗎 我年輕的時候是毫無忌諱的 然後我一天可以 無限的雙麒麟 然後還去逛街的時候 我一定要吃兩大片 士林葉是炸雞排 所以施家是遺傳你耶 吃不胖 對 很多人都誤以為 我們有錢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我到了五十歲之後 我發覺我有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因為我的高血壓是遺產的 遺產性 爸爸媽媽都有 但是我的高血脂 是自己塗毒我自己的 所以妳現在開始 會慢慢注意這件事情 我現在很注意了 其實私障生活當中 太多太多的油 包含什麼義大利麵的紅醬 月餅 快炒 其實裡面都很多油 不過我是一個 沒有建議說 一定要少油的營養師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腦袋 主要是油做的 所以要給腦袋好油才重要 我們腦袋百分之六十是腦靈脂 需要油當作它的材料 當作它的結構 我們身體的細胞膜 我們的荷爾蒙 也都需要油脂 所以要正確吃對好油 比不吃油來得更重要 沒錯 因為油分很多種嘛 現在市面上太多種 又有這種話術 又有那個話術 那我到底要挑哪一種油 怎麼樣的油脂 對我們來說是好的呢 我們一般講說 動物油 它就是 飽和脂肪比較多 的確它在身體裡面 容易產生膽固醇 所以大部分我們過去講說 豬油 牛油 好像會造成心血管的負擔 那是過多的狀況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再推薦說 那應該都是植物油 但是植物油有一個缺點是 它是 它在身體 如果吃太多會造成發炎 而且不耐高溫 OK 所以我們想想看 六十年前 阿嬤的年代用豬油在炒菜 其實不會起油煙 但是現在我們用沙拉油 其實很容易起油煙 那些油煙運氣好 被抽油煙已經吸掉 運氣不好被誰吸掉 被我們吸掉 被我們自己吸掉 被媽媽們吸掉 對 所以其實台灣婦女 抽煙比例不高 但是得到肺癌跟 肺腺癌的比例卻不低 那就是因為 用錯油跟用錯烹調方式 所以Omega6 雖然它是必須脂肪酸 但是過多了 它造成身體的發炎 身體一直處在 慢性發炎的時候 就造成很多心血管的負擔 對啊 因為其實之前有聽過 好多種說法 就是前一陣子不是很流行 椰子油 椰子油 對不對 還有用椰子油減肥吧 那種前一陣超流行 生酮飲食也是吃很多油 但是其實有一派人說 椰子油很好油 有一派人就說 椰子油其實不健康 造成心臟的疾病的一些負擔 然後也有一派就說 像豬油 牛油這些 這是天然的啊 為什麼不好 對 對不對 所以是 所以我們可以來再看一下 所以我覺得天然就是好油 所以椰子油的確 它也是所謂的飽和脂肪 太多了還是不好 所以椰子油跟豬油一樣 它雖然是飽和脂肪 它很穩定 在烹調上面來講 不會起油煙 但是過多了 就容易形成膽固醇 對 所以如果 我個人比較建議 如果我們希望 比較有一點點溫度 要有一點中火啦 甚至高溫的時候 來烹調的時候 可以用所謂的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 叫做Omega-9的脂肪酸 最具代表形成就是 橄欖油 苦茶油跟酪梨 苦茶油真的是台灣之光 台灣之光 對 苦茶油又有 東方橄欖油之稱 他們兩者 其實因為它的Omega-9的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很高 它有助於降低膽固醇 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的發炎 同時它也耐高溫喔 它其實比大部分的植物油 都要耐高溫 但是我們也一直在講說 台灣的美食超多 老外來一定要去哪兒 夜市 夜市那些油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夜市的油要小心的啦 就是它的油有沒有 就是新鮮度的問題 它有沒有 比方說炸的東西 不是說不能吃炸的 而是那一鍋油 也沒有常常在換 如果那一鍋油 炸的油它常常有在換 它的溫度不會過高 那就不擔心 但是怕的就是 如果那一鍋油 一直炸 一直炸 然後可能沒有天天 把它就是換新油的話 那裡面就產生出很多的 那個才是造成 心血管負擔最嚴重的 那其實就是我們身體 提高抗氧化的能力就好了 多吃蔬菜 尤其是五鹽六色的蔬菜水果 它有不同的 維生素 礦物質 抗氧化劑 就有幫助我們清除自由基 那之前還有草冷凶 那種蒂溝油 收水油 風暴 就是大家都在討論 這些東西 我到底要怎麼知道 它含的有是好油還是壞油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其實這個叫做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跟飽和脂肪 對身體都有不同的好處 那反正外面 可能是一些精緻的油 可能是Omega 6 那反正外面吃已經夠了 那我們在家裡 可能就把Omega 9提高 然後呢 在食物當中 Omega 3有生海魚啊 亞麻 人質啊 都是很好的Omega 3的來源 那Omega 3裡面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什麼 EPA DHA 它一樣對於腦部的健康 對於我們心血管的一個 預防發炎 降低膽固醇 都很有幫助 所以重點就是要均衡地去吃它 那飽和脂肪也不用擔心 不要說每次什麼雞皮豬皮 都不敢吃 但是我覺得 兩三天吃一次沒有關係啊 我們總是這四種油 對身體都有不同的好處 只是如果Omega 6太多 反而造成發炎的狀況 所以反而是Omega 6的油 盡量少 那我自己在家裡就會用橄欖油 或苦茶油或酪梨 來把Omega 9提高 因為他們應該是要 1比1比1 可是我有一個麻煩很頭痛 我會買各種油 然後我會輪流著用 各種油通通 譬如說玄米油 芥花油 或是一般的花生油 沙拉油 然後橄欖油 什麼油我都各買一點點 但是莫數比較小的 不會買大瓶的 然後儘快譬如說 1 3 5或2 4 6 我會交換著這樣做 不曉得對不對 我有聽過有說法 他說家裡 因為其實剛剛提到說 不同的油有不同的 一些營養價值在 所以大部分我們說 花生油 沙拉油 可能是Omega 6比較多 那所謂的那個 玄米油也是Omega 9也滿高的 玄米油也是可以列在這邊 好 其實6跟9其實都會油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 布蘭妮講的沒有錯 我們盡量要多種油 而且盡量買小瓶的 因為我們就是不同的油 我們才能夠得到 一個均衡的營養 盡量就放在陰涼處 因為油就是碰到空氣 跟碰到熱的時候 它慢慢就會氧化 好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 來考考大家 這邊有一個 發煙點的一個表 發煙點的意思就是 當那個溫度 超過這個發煙點的時候 它就開始壞掉了 會致癌是不是 會致癌 對 產生致油肌 甚至致癌的問題 所以這邊剛好有一個 低溫用油 中溫用油 跟高溫用油 我們來猜猜看 答案有三個 一個就是橄欖油 一個是葵花籽油 一個是奶油 我猜低溫用油是奶油 我也猜是這樣子 是奶油是不是 高溫我覺得橄欖油 高溫橄欖油 葵花籽油 厲害 那個橄欖油是在哪一個 高溫的 高溫的 大家都很有概念 那一道準答案 我們先來看一下 高溫油 未精緻的冷壓 突炸甘欖油 它是可以高溫的 我們傳統都以為 好像橄欖油 只能拿來涼拌 其實不對 橄欖油它的發煙點 有191 它已經比起 大部分的植物油 都要耐高溫 所以它真的 拿來煎 烤炒炸都可以 一般油炸的溫度 180就可以了 對 所以它真的可以拿來炸 只是應該沒有人真的會拿一罐 一兩千塊的油去炸 對 所以不是它不能炸 而是太貴了 沒有人會這樣用 所以大部分都會用底下的 對 可能用精緻的油 精緻的概念 其實就是它經過高溫 然後把一些裡面的雜質去掉 它的確就更耐高溫 然後但是它的營養價值 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在這個精煉的過程 它有一些營養素會流失 好的 那我們剛剛說中溫用油 我們都是頭 葵花籽油 葵花籽油 種籽油 大部分有一個籽字有沒有 紅花籽油 亞麻 人籽油跟葵花籽油 它是Omega3的比例 比較高 有葵花籽油跟葵花油 都不太一樣 對 所以葵花籽油它反而是 避溫用油 它比較不耐高溫 那奶油的部分就是中溫 所以我們一般吃鐵板燒 其實它溫度不會太高 大概150到180 所以用奶油也還滿適合的 就是不同油都應該不同 就是要均衡地去攝取它 又讓食物變美味 然後同時也可以得到 不同的營養價值 飽和脂肪跟不飽和脂肪酸 我後來也聽到這個是 因為做生理健康檢查 才知道原來有這兩個東西 是 那差別是再來 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飽和脂肪其實講到的 就是大部分的 動物油跟椰子油跟棕櫚油 因為它的結構是比較穩定 對 比較穩定之後呢 其實它就是比較耐高溫 但是就會擔心說 那它在室溫之下是固體的 那有沒有可能在身體裡面 就容易造成心血管的負擔 不過其實啊 最近年來的研究 其實造成心血管的負擔 最嚴重的其實不是因為 飽和脂肪的問題 最嚴重是因為那些 慢慢吸 不要嗆到 喝下去的瞬間 有沒有覺得喉嚨是 是甜的還是辣的 後味有點辣辣的 對 後味有點辣辣的 這個才是真的好用 有點辣耶 很辣 慢慢越來越辣 那個是 你喝得比較大口 喝得比較大 你會不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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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 所以近年來的研究 其實造成心血管的負擔 最嚴重的其實不是因為 飽和脂肪的問題 最嚴重是因為那些 燒烤的東西 油炸的東西 經過高溫之後 產生的叫做 自由基 傷害了血管壁之後 血管壁開始 開始產生一些坑坑巴巴 那我們身體要去修補它 有沒有 它的健康上出了狀況 然後它彈性就越來越差 所以血管發炎才是最嚴重 造成心血管的一個最大的負擔 了解 所以油很重要 但是怎麼選油更重要 每次去就這樣捕沙沙 怎麼這麼多油 因為我的年紀 所以以前我們有吃過底油 以前我記得媽媽或阿嬤 他們在清廚房的時候 一擦就掉了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的油是 你慢一點去它 它是整個黏在 黏在廚房 所以它一樣會黏在你的心血管上面 所以我就很怕說 它會不會黏在我的血管裡面 問題是菜又涼了 又怕上面又有豬油的那個 那個固體 跟檔 所以有時候我會盡量說 如果說全家人一回來 我是馬上炒 馬上吃 就把它吃掉 但是因為我動物油我會比較少 我會輪流 輪了一週這樣 一個禮拜就把這些東西給用掉 這樣子 挑油的重要性 今天也要來教大家 因為我也不會跟著你們學 那現在張老師剛好自己本身也是 品油師很難考 對 品油師它重點就是要 透過我們的 這個曾經去過以色列 去參觀過 因為以色列很多橄欖園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橄欖的汁 可以撐好幾千年的 它是可以經過火燒 可以經過水煙 它都可以生存下來 非常強硬的果實 對 對啊 那我也去看過 他們是真的整個這樣橄欖 第一輪下去 然後這樣子磨 這第一輪就是出炸的橄欖油嗎 沒錯 我們平常聽到的叫做 出炸就是橄欖果實 炸出來的第一道 就是這個 對 就在這邊 橄欖果實經過壓榨 就變成 冷壓出炸橄欖油 第一道 但是冷壓出炸的油 就不一定說代表品質一定好 比方說我油一個 冷壓的意思就是 油到裝瓶全程都在 二十七度以下就叫冷壓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我們去超市 去買柳丁 柳丁在超市也冰冰涼涼的嘛 二十七度以下 回到家之後 我把它切開來炸出來 那個就叫做 冷壓出炸柳丁汁 OK 但是它的好壞 它喝好不好喝 取決於什麼條件 取決於柳丁新不新鮮 甜不甜 甜不甜 新不新鮮 所以橄欖油也一樣喔 所以橄欖的果實 如果它比較過熟了 或者是在採收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經過碰撞 開始發酵了 炸出來的油味道不一定好 其實跟葡萄一樣 跟葡萄一樣 對 沒錯 所以一樣叫做 冷壓出炸的橄欖油 它要經過品油濕的分級 完全都是很棒的風味 A加 A加 就叫Extra Virgin 就是特級冷壓出炸橄欖油 那這個Extra Virgin的顏色 大概會是 顏色比較深 像這個顏色比較深有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 顏色有點 深黃色偏一點點 隨著綠色 這個就是Extra Virgin 可以聞一下 可以聞一下喔 那這一個雖然它的顏色 不一樣的味道耶 對 有點像水果 對 水果 沒錯 橄欖油 這個也是Extra Virgin 所以想請問一下 你們品油是在確認的時候 會第一是經過它的色澤 如果是要品油是來評鑑的話 是不能看顏色的 不能看顏色 盲測 沒錯 比方說 我們這個是正式的品油杯 所以不能用顏色去判斷 我們用味覺來判斷 用嗅覺來判斷 我們就直接來品油一下好了 來 這三個是同一款 好 這三個都是很好的油 那第一個動作 我們會把它 握在手心 因為我們在這個室內 有冷氣 它會比較冷 比較涼 所以我們把它 溫暖一下 它會害羞 所以我們一隻手 把它蓋起來 稍微把它溫熱一下 好 所以大概我們的體溫 就像這樣溫熱起來 大概二十幾度左右 它風味就會比較明顯 大概溫熱個三十秒 一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就把它對著鼻子 直接問問看 有沒有 好 很香 很香 所以橄欖是一種水果 它本來就應該有它的味道 對 所以第二個動作 很香 然後不會有什麼油耗味 不會有那麼不好的味道 有一些油聞起來 就是油耗味 對 草油味 這是有青草味 青草味 沒錯 這一款很有青草味 然後我們待會兒就直接 倒到嘴巴裡 然後我們用錯飲 跟那個品酒的概念一樣 吸一點空氣 我只會錯氣耶 錯飲 錯飲 就是這樣 我先示範一下好了 好 整個喝完喔 然後再喝下去 不用太多 倒一小口在嘴巴裡 怕乾杯了 不用乾杯 然後稍微 好 然後再喝下去 喉嚨覺得怎麼樣 什麼感覺 很滋潤的感覺有沒有 很滋潤 像平常有時候打 掃手 打打你知道嗎 喝的時候還滿不錯 有點像果汁的感覺 不像油 不像油 對啊 很多人是早上起來 一杯漱口 漱口也有 然後論腸胃也有 預防便秘 好 該我囉 小心 慢慢吸 不要嗆到 等一下 然後喝下去的瞬間 有沒有覺得喉嚨是 是甜的還是辣的 後味有點辣辣的 對 後味有點辣辣的 這個才是真的好用 對 有點辣耶 很辣 慢慢越來越辣 那個是 你喝得比較大口 好辣 你會覺得很明顯的辣 那個是 感染的多酸 就是幫助血管預防發炎 所以感染油對心血管的保養 是很好的 真的喔 對 那一天要喝的量 是大概就這樣嗎 其實我沒有建議說 一定要用喝的 我們就是入菜 我們可以拌在沙拉裡 然後大家 就說一些料理都很好 那像我年紀大了 我們要趕快急救 然後是不是用喝的 可以 用喝的 大概10CC就可以了 每天10CC 每天10CC 空腹 早上洗 空腹喝 尤其如果常常便祕的話 早上喝油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順便 如果是不好的油 它是不會辣的 所以我剛剛提到 完完全全都是好的味道 它叫做 Extra Virgin 特級冷壓出炸橄欖油 如果有稍微 一點點不好的味道 它的排名就越來越下面 是 但是如果它不好的味道 已經蓋過好的味道 叫做烈質橄欖油 這三個都是可以接受 但是只有這一種 可以早上這樣拿來乾喝 對 沒錯 另外兩個就是蔬菜 因為它會有一點點 不好的味道 那我們炒菜的時候 當然比較沒有那個感覺出來 不過站在品油市的立場 唯一推薦就是最好 都用A1F9是最好 那烈質橄欖油 大家猜猜看 在那個還沒有電燈的年代 這些烈質的油拿去幹嘛 當然我們是原裝的是最好 如果我們看到它的條碼是什麼 那是台灣 可能自己在分裝的 什麼意思 像這個啊 這邊都有一個條碼有沒有 對 這個是義大利來的 是喔 這是義大利的 烈質橄欖油 大家猜猜看喔 在那個還沒有電燈的年代 這些烈質的油拿去幹嘛 梳頭髮 梳頭髮 皮膚那皮膚會臭臭的喔 皮膚那皮膚會臭臭的喔 對不對 這樣子啊 我剛剛已經提示了 在沒有電燈的年代 點蠟燭 點蠟燭 沒錯 他說 油燈喔 油燈 沒錯 古代的歐洲人會把 劣質橄欖油拿去當 梅油燈燒 但是現在食品加工技術 很厲害對不對 它就可以把它精緻純化 變成叫做 精緻橄欖油 怎麼做啊 這個 它其實會加入一個 一個化學元素叫做 正極碗 它會去吸附掉一些雜質 跟不好的味道 然後再經過高溫把它蒸掉 所以它的顏色 就會變這樣子 有沒有 沒有 這個顏色這麼淡 然後剛剛另外這一杯是 特級人牙粗藏 這一杯是沒有顏色的 這個是最好的 這是最好的 其實沒有顏色 這個就是已經處理過 已經處理過的 對 處理過了 不會說對精湯有什麼壞處 沒那麼嚴重 只是它的營養價值就沒有了 我已經知道 聞聞聞看 它是沒有味道的 那 完全沒味道 但是坊間也有一些 它會把這個 加上這個 那個叫做純橄欖油 這純橄欖油很常看到 純橄欖油 它通常寫百分之一百 純橄欖油 有一個純字要小心有沒有 所以 真正唯一推薦的 就是特級人牙粗藏 它的營養價值 才是真的有保留住 然後風味也是好的 OK 我現在去買 我要怎麼分辨 或是從產地 或是怎麼挑 從外表挑 最基本的剛剛提到 它的標示一定要有 這個字眼 是 的字眼 然後第二個呢 當然我們是原裝的是最好 如果我們看到它的條碼 是什麼 471有沒有 就是到台灣 可能自己在分裝的 對 那這邊剛好 什麼意思 像這個 這邊都有一個條碼有沒有 對 83 這個是義大利來的 是喔 這是義大利的 這一支呢 這一支它剛好在 它應該是86 這個是西班牙的 這個是西班牙原裝進口的 83是義大利 86是西班牙 對 台灣的國碼就是471 所以我們看到 隨便去超市 去便利商店也好 台灣自己的產品 都是471開頭 學會了 你再跟我講一次 義大利的是 義大利83 然後這個西班牙是86 OK 83跟86 其實整個地中海周圍 沒吃 還有什麼希臘啦 以色列啦 摩洛哥 土耳其 其實也都有很多的好用 所以不一定說 侷限在這個 那最基本就是 Extra Virgin這個字眼 一定要有 第二個當然就是有機會 打開來我們 直接聞 直接喝 最直接 OK 就好像我們去水果攤說 老闆妳這個 這個西瓜好不好吃 就切開來吃吃看嘛 對啊 整個吃完都不好吃 OK 好啦 除了這個橄欖油 今天教我們怎麼分辨之外 其實我們剛剛也提到 很多種油 我們要怎麼去分辨好油跟壞油 剛好這邊有不同的顏色有沒有 這個其實就是調和油 它的顏色就很淡 只要記得顏色越淡的時候 油可能就是精緻過的 那我都猜錯了 我每次說 這跟沒有那麼滷 比較淡 可能比較好 結果就是要一遍再一遍來塞上 對 因為 塞到變輕 非常變輕的 因為大部分的 不管是花生油 花生油就是花生做的 苦茶就是苦茶池 所以它本來就應該有顏色 就是說油是不是要 冷鍋冷油下去最好 對 冷鍋油最安全 低溫泡 小時候看媽媽都是有沒有 就是熱鍋冷油 我想說有時候洗一洗 然後有一些水珠 火就開到冷大 把它蒸乾嘛 但是那個鍋子溫度 都超過兩百度了 那你油一下去可能就壞掉了 應該也是喔 熱鍋 我表現得像我 很厚很厚的有沒有 煮飯有沒有 沒有打開鍋飯 打開我 我怎麼才知道 我炒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 爆香做不出來 可是其實爆香最不低 最危險 爆香可以 但是要低溫爆香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 先倒油再開火 可能時間久一點 但是它是油的溫度 是慢慢上升 慢慢上升 就不怕它瞬間的高溫 好啦 其實我們也實驗過啦 冷油下去你弄那個爆香蒜頭 一樣香的 只是你的營養價值 就多一點吧 對 那今天其實營養師 也要考考我們 有一些什麼料理 應該要用什麼油對不對 這桌上是有 煎餃 炸雞腿 跟滷毛豆 如果是我們自己 要做這個料理的時候 我們會用什麼油比較安全 一個是煎的 一個是炸的 一個是滷的 剛剛又說高溫是炸的耶 炸雞腿用橄欖油 那煎的 你會用什麼 煎的我可能會用苦茶油 苦茶油 其實苦茶油跟橄欖油 都耐高溫 所以它拿來煎 拿來炸都非常適 但是說真的 沒有人真的會拿橄欖油 去炸雞排 對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在家裡 如果真的很想吃炸的 OK 我們就是拿新鮮的油就好 可能是花生油 沙拉油也沒有關係 因為畢竟用的量比較大 我們不太可能用那個 真的有貴桑桑的橄欖油 那我請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就是一半健康 一半不健康 就是用橄欖油再加一般的油 我覺得倒不用 混合油不用 混合油不要 我們倒建議說 那你如果真的要炸 我們就用一般的沙拉油 或花生油也沒關係 就拿來來炸 那我們另外的青菜 我們就淋橄欖油 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青菜 就可以攝取到這個橄欖油 對健康的好處 那炸的至少 我們用的是新鮮的油 它至少不會那麼快的冒煙 沒關係 我用貴的那種橄欖油 有沒有 我炸一次雞腿嘛對不對 我就把油全部存起來 然後就用一個月 用一個 鹽湯吃吧 鹽湯 對 鹽湯 為什麼 鹽湯 其實油在這個反覆的冷卻 又再加溫 或反覆的炸的過程當中 一樣會產生這些不好的物質 第一次炸完之後 那些油我們當餐 我們拿來炒青菜 拿來做一些料理 是OK的 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說給它留下來 又放到明天 後天 又一直用下去 那如果你吃到壞油 會有什麼感受嗎 容易就容易嘴破嘛 我們說吃錢的東西 應該會嘴破 它過去說錢的東西 它可能就是高溫 已經炸很久了 嘴破就是火氣大 那我們的西醫講 就是兩個火嘛 所以其實吃到不好的油 油炸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口乾舌燥 有 有時候在夜市 買那個鹹酥雞有沒有 吃完覺得好口乾舌燥 對 口乾舌燥 立刻就去買真煮奶茶 然後糊塗就更甜 然後我時常去逛 就跟我一樣 然後把自己的肚子搞大 血壓弄高了 蝎子也高了 不通啦 所以喝水啦 吃炸的同時 記得第一個多喝水 吃炸的感覺 可能會把它代謝掉啦